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7日 星期六 最近 其實在亞洲的疫情 原來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東南亞 三個國家的疫情明顯是 突破了很多 最誇張的是印尼 印尼已經單日超過5萬宗確診 專家 很擔心印尼會成為下一個印度 有機會單日確診是幾十萬 我們首先說一下印尼 其實泰國和馬來西亞也很嚴重 馬來西亞 據當地的朋友報料就說 接下來一兩天很大機會突破兩萬宗一天 印尼是有兩億八千萬人口的國家 他有幾萬宗 大家想到也可能會覺得那麼多人口 但是馬來西亞只有幾千萬人 大家想一下 那麼小的人口竟然有兩萬宗 他人口 印尼的多少份呢 差不多十分 這樣的情況下 超過兩萬宗的話 現在是一萬多宗 他們估計是很快突破兩萬宗 而泰國也有一萬宗確診 這樣其實是 發生了甚麼事呢 我們要探討一下 網友的報料就是 他們打了大量的科興疫苗 原因就是 他們 因為印尼那邊 全部都是買大陸疫苗 馬來西亞也是 泰國也是 我們在Facebook那裏出了幾張相片 那裏就是泰國在曼谷的網友 他們在醫院 拍出來好像是絲橫片一樣 大規模的爆發 因為泰國和幾個緬甸 和旁邊的緬甸 柬埔寨 遼國的邊境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 阻擋的 那裏的人 很多人就湧入了泰國 變成了冒險雞籠 其實現在整個中南半島 包括印尼 也是大爆發 歸根究底 他們也一致認為 這次是跟中國的科興疫苗 中國四哥豆苗有份 直接導致他們的 病毒大流行 首先我們 記得支持RubuHook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首先講印尼的疫情 印尼的武漢肺炎 不斷升溫 過去一天 這個是15日的數字 再新增 54,000種確診 單日死亡人數近1,000人 印度 也是很誇張 但是 現在那個 印尼有機會變成下一個印度 印尼的這個疫情嚴峻 星期三就多了54,000多例 單日死亡991例 疫情 基本上他們估計是難以降溫的了 一直都找不到甚麼原因 但是坊間一致認為 他們主要是打了科興 科興疫苗基本上對變種完全沒有效 而現在 他們就是因為Delta病毒的變種 那麼 相比印度 開始緩和了 因為印度 不會打科興 印尼就反過來 過去10天 有6天的每日 病例都是創新高 不斷地上升了 有機會每天就20萬宗確診 甚至乎40萬宗都未定 估計下一波疫情在7月中 下旬或8月初 會達到高峰 印尼失控了 然後到馬來西亞 最後我們先說泰國 馬來西亞有個網友 當地的馬來西亞網友 發了數字給我 現在單日確診 是13000多宗 他們預計 很快 是會去到2萬宗 最新數字是16000多宗 即是13000多宗已經歐了一天了 現在最新的確診數字是16000多宗 現在馬來西亞的累計確診病例 已經是86萬多 其實由7月1日至7月7日 每日都持續在6、7000 由8日開始慢慢攀升上去 去到8000以上 8800 7月9日是9100 10日是9300 7月11日是9100 稍微回一點 7月12日 稍微回回8500 但是由13日開始 單日首次出現超過1萬宗確診 去到1069 馬來西亞疫情是連續兩天的人數 過萬 最新數字是16000 11600 刷新了馬來西亞單日確診的紀錄 這個疫情高舉不下 新確診一直都突破了一萬之後 就變成了 不可收拾 原來 新增死亡人數也是過百人 現在累計 已經死了6503人 全國確診病例 隨著檢測數量增加 馬來西亞的確診數字也不斷創新高 檢測之後 一天最高達到13萬 檢測 過萬人即是十分一 檢測13萬人 萬多人中 大家想想 馬來西亞的傳媒報導 國內疫情飆升和變種病毒是有關的 特別是出於印度的Delta變異株 具有高 傳染力 以及危險性 提醒民眾 為更加壞的情況做好準備 馬來西亞不單止整個東南亞都是受到Delta變異株的威脅 當地媒體引述馬來西亞的理科大學病毒專家指出 未來兩星期新增的確診病例可能會 重複上 翻倍 有機會每天到達兩萬人 就是我們 那邊的網絡報告給我們聽 馬來西亞不斷 推動疫苗 接種疫苗 昨天打了42萬劑 創下單日接種紀錄 不過 接種 其實 其實 他們主要打科興為主 但是他們也有輝瑞 有阿斯特哲利康 不過 打了估計就是因為科興疫苗 令到大馬的數字一直攀升 最後 才說 泰國 泰國 相對這兩個國家的疫情 不是最嚴重 但是 也有創新高 單日新增9186例 這是15號數字 98個死亡 7月10號單日死亡 新高91之後 又再創新高 累計就死了3000人 破了3000人 現在 本土病例就是9000人 佔9085人 監獄79人 新增本土病例最多就是萬谷 2224人 其他的苦人就是幾百人 每個都是 累計打了1350多萬劑疫苗 泰國的情況 為甚麼他們這麼壓力放到最後呢 因為他們大量的人打了科興之後就感染了 而他們 覺得 現在 輝瑞有廠 斯特哲利康有廠 在泰國 但是 政府就不讓他們打 堅持要他們打科興 他們現在的民情就覺得你們政府是 抗疫不力 而 開始 他們也不敢放鬆 因為一放鬆就要帶兩人上街 就要求軍政府下台 現在泰國 方面有那邊的網友就報告 有機會 接下來 分分鐘 又要 發生軍事政變 又或者這個巴鈺就會出動軍隊去鎮壓 因為 接下來 那個情況未必控制得到 跟香港一樣 但是他的情況大爆發 而香港其實是沒有疫症的 大家想想 香港那麼密集的人口 每天都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全部都是輸入的 那麼你已經知道是甚麼原因 泰國 現在最重要就是 政治的問題 加上疫情的問題 國內的疫症是大流行 越來越多確診數字 很多人就躺在醫院 那些數字 感染數字和實際情況也很令人擔心 醫護 也是覺得 逼人打科興也是很危險 人家也不想 無事民怨之下 堅持買科興疫苗 就是泰國政府現在的最新情況 很多人 都準備上街了 因為泰國沒有停止過上街示威 只是香港 新聞少了報導 因為這樣的情況跟香港相似 也是因為疫症而去 打壓那些遊行示威 但是 估計他們說接下來的局勢 控制不了了 有機會 就算巴欲這個政府 也控制不了 所以 泰國 接下來是有機會撐不住的 全世界疫情 反反覆覆 好像沒完沒了 其實早兩天我有看胡偉聰那些片 他就說巴提牙 布吉 開放了 就可以被人進入了 但是 原來是爆得那麼嚴重 尤其是曼谷是一天有2000多宗 這樣的病例爆發 其他的虎 全部都有幾百宗 春暮里也有幾百宗 每個不同的虎也有幾百宗 這樣的情況 其實也是 病毒 出現了變種有關 所以大陸 也是走不來 他經常公佈的數字 大家也不會相信 一宗 兩宗 哪裏有一宗確診 大家也不會相信的 沒可能的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這些爆發 不過相對於大陸 其實他們 這三個地方的人命也是 十分之不值錢 馬來西亞 印尼也是不值錢 泰國 印尼更加不值錢 人口又多 政府也是一個獨裁政府 大馬現在也是被獨裁者控制 泰國 軍政府 巴育 印尼就好一點 印尼相對沒有那麼獨裁 但是 也是因為 政府太腐敗了 尤其是跟中共 最重要 貼得上中共 也是壞了 接下來 他們是會為這個買科興疫苗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過在人民不值錢的情況下 看看會不會爆發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這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裡 你去哪裡 臭富貴